那个时候童年都还在读书 都还在读高中 我就在外面就赚了钱了 那时候 广州这个天气 前两天还很热 通过几天的雨 一下把我们带入了冬天 开饭了 开饭了 回国就 平常咱们工作都忙 只有周末老婆做点饭 家的围堵 先吃 按照我们四川正宗的讨法的话 是豆瓣酱 青椒 蒜苗 说的这个卤肉 我每一次 吃这个卤肉的时候 都能勾起我的回忆 在我小的时候 没有吃过 这么香的肉的 为什么记忆这么生开呢 我是在93年 正月17到的云南普尔 正月18的晚上 吃的人生第一次卤肉 我就问我舅 说这个是什么肉啊 我说怎么这么香啊 他说这个叫卤肉 人生第一次卤肉 那时候还不到15岁 14岁多 吃着那个香 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 太幸福了 这个人生 我以后有目标了 有追求了 以后我只要 经常能吃上卤肉 还不敢奋断吃卤肉 那时候经常吃卤肉 那就能够幸福到极致了 因为小的时候 我们家里吃的最畅快的 就是在91年的春节 那一年杀了猪以后 炖了好多猪皮来吃 那个时候的幸福很容易满足 我是在13岁的那一年 当时我跟我爸 收割四个人田地的稻果 当时我爸就跟我说 咱们两个人 今年就不起人了 还得花钱了 家里面比较紧张 我们两个人收割 收割完了 咱们去买点肉的食 哎呀 当时给我记得美 那个动力很强 我们两个人 四个人都倒过 收完了 收完了 心里面充满了期待 有肉吃了 哎呀 这个幸福的4K 马上就到来了 当时因为家里面条件 确实比较困难 我爸说 哎呀 这个肉咋不要不就省了吧 买一瓶啤酒喝一下 我说也行 好啊 可以啊 所以 啤酒也很奢侈 我每次吃卤肉 我的片段里面 都有这个回忆 那个时候一出门 得给我的幸福4K 就是肉 卤肉给我带给来的 真正给我的那种享受感 哇 人家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也是你的动力啊 确实呢 后面给了我很多动力 为了炖炖吃上肉 那时候 93年 去了8个月的缝纫 我就叫我出来 卖服装 卖成品 从他那里借货来卖 我说可以啊 那时候就借货 来赶香肌 浓墨市场去赶鸡 赶到两年 都把晒得黑漆漆的 那个时候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人家都说我二十五岁了 赶到两年 后面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 每一天都可以吃肉了 那个时候同龄都还在读书 都还在读高中 我就在外面就赚了钱了 那时候 有几万块钱了 赚到 后面到了17岁的时候 我就开铺子了 因为从小穷嘛 很苦 那时候可以说是穷怕了 当时就出来 就是特别特别的勤奋 你说吃苦 怎么做 怎么干 都行 就是想改善我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到现在 我们公司走到现在 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亮点 就是勤奋 我认为任何事情我们想好了 只有坚定不易的去付出 任何事情是干出来的 用真心去干 用良心去干 一定会干得好 老天爷不会富我们这样的人 也会给予我们真正 我们的穷孩子出来 勤劳奋斗的人 就会给我们一碗拌子 好 光盘行动 2008年正式做翡翠 2000年就跟翡翠接缘了以后 就在缅甸收账 那个原始开始 跟翡翠接缘 后来慢慢买事 2008年就正式做翡翠 专职做翡翠 当时也挺难 因为一个行业要把它做 怎么样才能够做精呢 做出高度来 在那个行业里面做得好来 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正因为从小有了这些经历 那么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很多姐妹 她就一生当中就买一条手足 是很不容易的 能够在我们手上买 能够遇到我们 是第一是缘分 第二是莫大的信任 那么我们怎么样 为这些姐妹们把好关 用我们的专业 真正的有责任感 用良心去跟她把好关 在翡翠的这个路上 一直我们都是有这种信念 我认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 能够把生意越走越远 越做越大 才能够交更多更多的朋友 因为有好的口碑 才能够真正的你的路 走得远走得宽 无论在任何地方 我认为都是应该这么去做